意思是 杜娟 好 來,接著 丟過來給我 總歐寸 再一次 接著 不是打我叫你接 好,來,把他拐起來 接著 好丟給我 我剛剛有沒有讓他受力 有沒有 好超可憐的秀秀吳岳華秀秀 我剛剛有沒有讓他受力 對不對 他的運動狀態 政見丟過來給我的時候我怎麼樣 我是殺球 然後擊中那個茶葉小開的桶 對不好意思啊 好秀秀 我是揍了衛生紙一下 我是不是讓衛生紙受力了 衛生紙是不是跑掉了 對不對 第一個受力會形狀改變 第二個會怎麼樣 運動狀態會改變 你看衛生紙本來要飛上來 結果被我揍一下就被我大便了 然後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第二個運動狀態也會改變 所以物體如果受力的話 它有可能會形狀改變 第二個它也有可能會運動狀態改變 聽到點頭 有 教學員怎樣 幹嘛對著隔壁的男生指指點點 然後用那種 色畢畢的表情看起來 他還一直笑耶 蛤 沒有 應該不用去測那個現象吧 不用齁 測測 你喜歡男生齁 你喜歡女生齁,好想測 好,來第二個 那我要怎麼測量力量呢? 力的測量 黃正俊你的力氣大不大? 不知道,你可以舉卡車嗎? 哦不行 他可以怎樣? 撞卡車 他卡車會飛走,不知道是不是 黃正俊看起來很壯,很壯 好,我問你 如果證件今天要測量他的力氣有多大的話 或者是一個東西 他要去測量力氣有多大 比如說 這塊衛生紙 我這樣捏他 是第一種力量 第二種力量,這樣捏他 哪一種力氣比較大 蛤? 是不是這一種,第二種 因為他被捏得比較扁,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我接的證件再丟過來 然後我心機的打 跟證件把對證子丟過來 我重重的打 嚇到了齁 這樣子你是不是從這個當中去看 你就可以看出來 你就可以看出來力量的大小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利用力量的測量 簡單的來說 你可以利用 物體 形狀 或者是大小的改變 形狀或大小的改變程度 來測量 來測量力的大小 那常見 常見的器具 拿來測量力的大小的是誰 叫做彈滑 這個人 這個人會在第六章 六之一的部分出現好多次 所有的屏幕會繞著他轉 彈滑 六之一 所有的屏幕會繞著他轉 所以你看到彈滑 你就要想到六之一 他一直出現在六之一的 題目裡面 任何一題幾乎都會有彈滑 好 那講到彈滑一定會講到 一個船長的名字 虎克 對虎克 我要告訴你 什麼叫做 虎克定律 有沒有玩過虎克船長 有沒有玩過虎克船長 沒有玩過嗎 就大概圍圈圈 然後 只到誰 只到一個人 左右兩邊的都會滑船 然後就虎克 虎克 沒有玩過 好啦 可是你是那時候太無聊了 不是太好玩了 來虎克船長 虎克定律 虎克船長他有一隻彈滑 所以 我們要講一下虎克定律 來 虎克定律叫做 F等於 K乘以X 很多人看到這個好像就 退三步 是不是有恐怖 為什麼要寫公式 不要害怕 來 什麼叫做F F叫做作用力 你作用在某一個物體上面的作用力 比如說我作用在彈簧上面的作用力 K K是常數 不理他 K是常數 常數就是一直保持不變的 叫做常數 比如說 拍 拍是多少 好 好 原的面積不是拍 平方嗎 拍是多少 3.14159236095400955 01691 我怎麼背得出來 因為我後來的 3.14159之後 念通說我家的電話 所以 常數是不會變的 常數是不會變的 就跟拍一樣 K0 其實你不用看他也無所謂 好 那X是什麼 X叫做生長量 彈簧的生長量 這公司就跟彈簧有關 好 他其實是很好瞭解的喔 來 你注意看 我這邊如果有一個 彈簧 那我要講 第一小點 如果今天外力越大 如果今天外力越大的話 你用越大的力區去拉他 那我請問你 彈簧的生長量會越大還是越小 如果今天外力越大 你用越大的力區去拉他 請問你彈簧會生得越長還是生得越短 蛤 越長 好 你這邊加一個Delta 好了 Delta Delta就是變化量的意思 生長量 他是一種變化量 後來的長度 減掉原來的長度 生長量也會越長 這有沒有問題啊 你一隻彈簧 你用力的拉他 他會不會比較長還是比較短 比較長對不對 喔 比較長 OK 這第一個告訴你的 那你從公式可不可以看出來 這個 K 你不要理他 那如果F的數字越大的話 如果今天 F越大 那Delta X應該越大還是越小 蛤 是不是也跟著越大 是還不是 是嗎 OK 好 這是第一點 外力越大的話 生長量越大 第二小點 有一個東西叫做彈性限度 這個很重要喔 我們一隻彈簧可以 任由我 肆無忌憚的拉他 他到後來都會恢復原來的長度 對不對 醜合 如果你拉太用力 那隻彈簧就會怎麼樣 太平 對不對 他有一個彈性的限度 你不能拉超過那個力量 不能 那個 彈簧就會壞掉 所以 彈性限度請你寫起來 什麼這個彈性限度 也就是說 彈簧 彈簧不發生 永久形變之前的 承受的力量 不發生永久形變 什麼叫做永久形變 就再也回不來了 跟謝安貞一樣 不發生永久形變 之前 所能承受的力量 這叫做彈性限度 彈簧有個忍受度 如果你把他超過他的忍受度 超過他的極限 彈簧就會壞掉 OK 這到底是什麼重點 重點是 你有沒有辦法從 圖形裡面去 判斷 我的彈性限度在哪邊 有這種圖形 這邊叫做delta x y軸叫做delta x 什麼叫delta x 升長量 很好 彈簧的升長量 彈簧的升長量 那x軸叫做 f 就是外力 所以 來看看 看完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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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 外力越大的話 升長量是不是也跟著越大 到某一個點之後 他就會變成這樣子 唉唷 所以他能夠忍受的最大的外力 在哪邊 他能夠忍受最大的外力 是不是就是這個 是不是就是這個數字 對嗎 對嗎 所以 來 這個點就叫做彈性限度 寫下來 好 這個點就叫做彈性限度 還有一條五報 聽不聽得到 聽不懂知道 再來 還有另外一張圖 我們注意看喔 我們叫做彈簧的全場 對嗎 x軸還是一樣 外力 這張圖會長這樣喔 注意看 經過外力全場會越來越長 對不對 經過外力的作用全場 彈簧的全場是會越來越長 對喔 那我問你 那這一個長度就是什麼 蛤 這個長度 從這邊 到0 為什麼他沒有經過原點啊 蛤 這個長度是什麼 從原點 到這個長度 叫做彈簧的圓長 寫下來 題目會直接問你喔 他把圖形畫出來之後 問你彈簧的圓長 就直接看就有答案 我再講一次 Y軸 Y軸是在講全場 彈簧的全場 那他沒有從原點開始 你比較一下左邊 左邊是不是從原點開始 因為左邊是講的是伸長量 伸長量可以為0 但是全場不可以為0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彈簧的長度是0的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吧 齁 好 趕快把它寫下來 你看 這邊補課定律喔 補課定律就是一個公司而已 那這個公司裡面會討論出許許多多的一些考題 好 那我先一個一個告訴你 這些考題 將來會怎麼出現 然後我們到時候 我會帶你一題一題做 在這邊看喔 看不到 鍋子要拉一下 快點 喔 上課之前就要把它拉好了 預先幫忙把它拉一下 預先幫忙拉一下 好 好 來 我送給你 就是這麼快 真愛 我送給你 谢谢大家